我現在要用Ubuntu 18.04的開機片隨身碟來在這台電腦上面裝Ubuntu 那首先我先進入UEFI 這一台是Service Book 2 所以它進入UEFI的方式是在音量鍵的加號 長按然後再按開機 進入UEFI 每一台電腦要根據不同的方式來開啟UEFI 那現在的話要進入開機的選項 去調整USB的裝置開機 再滑鼠 滑鼠去拖曳這個選項拉到最上面 就是USB裝置開機 然後按以Sheet離開儲存 然後再按RESTART 等一下會跳出四個選項 那第一個選項的話是進入Ubuntu的Live版 第二個選項的話是安裝Ubuntu 那之前我已經先分割好磁區了 所以我現在只需要進入第二個選項就可以裝Ubuntu了 那第一個選項剛剛有提到就是Ubuntu的Live 那進入UbuntuLive的話 它也是可以幫忙就是新增磁區 或者是做格式化的動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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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吧 那這邊的話是選擇於 那我想要用英文的 所以我就在這裡按Continue 那我沒有要先連網路 網路之後再設定就好了 這邊選擇 Normal Installation Continue 那這邊的話要選擇SUNCIN AIR10 那前面兩個選項 都會把原本裝好的Windows把它覆蓋掉 所以最好不要去選它 這邊要小心操作 那為什麼要選擇第四個選項 為什麼要選擇第三個選項 那是因為它可以 它可以選擇要安裝的磁區 然後也可以設定要新增磁區的Size 然後Continue 那這邊的話 選擇要安裝的磁區 那這一個是我要安裝的磁區 所以在這一個地方 按點兩下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可以配置容量 那我已經設定好了 就不選它了 那這邊的話是格式化的選項 EXT4 這是那個 Format之後的格式是EXT4 那下面是 要Format 那下面這一個是要選擇 根目錄系統 Luke 5 System 所以選擇 這一個 那我剛剛不小心按到Cancel了 那所以再點一次 EXT4 Format Format 跟目錄 然後 按OK 不要按到Cancel 那這裡就有打勾了 打勾了的話 就可以進入下一步 install 然後它就會說 如果安裝的話 就會覆蓋裡面的資料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就按Continue 下一步 那這裡的話 就打自己的名字 然後 設定 設定 Sudo的密碼 就可以了 設定 Sudo的密碼 那我為了方便 我都只打一個英文字而已 那這邊它會問說 是不是要自己 自己 自己 登錄 如果要開機的時候 自己登錄的話 就選擇第一項 然後Continue 它就會自己去安裝了 那我的 講解過程到這裡結束 謝謝